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渡一些香港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常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探渡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从而是突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香港每一个人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能够令到这个问题真正可以解决的 就是说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当时的负责人 你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好了 很高兴我们今晚就有 除了我们三位常务的主持 黄岳言和江炳言和我自己 我们都很高兴今天就请到一位 可以说在广告界做了都成八年的经验 还有一直在国际贸易方面 他都一直在最近的公司 都是一直是 就是有了解一下世界的贸易那些问题的 这位是李永康先生 Audio 好 谢谢你帮我们加入我们的网上电台 希望可以继续做我们的其乐嘉宾 或者做我们的主持人 讨论香港各方面的问题 好了 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最近都上个星期左右 应该星期日 明报就有一个头条的新闻 就是说原来香港十四个医管局里面 有很多医护人员 医生 高级的顾问医生 是经常接收一些药厂 或者医疗机构的资助 是经常去出负的 很有趣 这是一个头条的报道 但是我们结果发现 这个这样的新闻 其他的报纸都没什么怎么说的 因为呢 就是对于我们香港人 都很习惯我们香港的廉政公署 我们都在这方面 我们是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的 一看到这个这样的新闻 就觉得咦 为什么奇怪 就是这个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了 就是很明显不是现在才出现 是一直都有的 而是好像没什么人回响 那为什么呢 不是啊 其实我们讨论医疗政治 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对不对 就是你在88年回来 那回来你都出了几本书 有西洋危害健康 你都有提及这些问题的了 是都十几年了 但是我发觉香港人有个 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他对于医生呢 医护人员呢 是极度盲目信任的 他做什么都是神圣的 明白吗 是 就是 他是 你做什么 我信你 就是你做什么 明明是 明明是 是他错失医死人 挺有问题的 是 我错 我错啊 明白吗 就是我病人错的 不会是医护人员 近些几年叫做好些 但是呢 都是觉得 哎 医生 去开议会有什么那么奇怪呢 或者 一些 研讨会有什么那么奇怪呢 背后 有很多市民是不知道啦 就是 其实我们今次谈这个topic 就是在座 或者Doctor你自己 说真的 真是深一句 就是我们自己都觉得 有什么那么奇怪呢 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当然要讲啦 就是很多市民也都不知道 就是背后很多 很多那些利害冲突啊 那些人数 就算在这个报纸里面 他都有讲及啦 那些人呢 是获得药厂之助的呢 那通常呢 就是掌华视权 那些 就是说呢 就是他会决定啦 入些什么的药物啦 还有些什么的医疗仪器啦 是那个医院需要啦 那就是 其实 就是报道出来的 这位记者 还有里面 就是透露这个问题 这些数据一定是里面出的 就是他说到 差不多有成 零五年到零六年 那出附的人次有成 在那个 廣岛西有成一半二十二次 那样 那那个新界东 那个医疗网络有一百零三次 九龙中有五十五十八次 九龙西三十四次 那样 就是可以这样说 都成几百次 三百八十三次 开会人议 三百八十三次 是是是是 那这个报道 有一样东西没有做 他应该问一下 那些读法律的人 或者联署民 问他 这个是不是构成贪污 是 是 就是 为什么不问一下这个东西呢 是 就是这个记者 你没有解设那些行为问题 这个可能是法律问题 是 如果你问我 我就说 这个是贪污 即是公营机构 公营机构 你收受利益 是的 虽然那个 就是条款就是这样的 就是 未得港督同意 那当然港督是授权了医院局 那他应该有个制度 是去 给人去 那你见 就是整个报道都说 是不同的 这制度 各有各的 每个医院的网络不同 这些内部矛盾 那些利益的内部矛盾 那些利益的内部矛盾 那些人都被踢爆出来 是的 但问题就是 你这样做 本身的性质是贪污的 嗯 是收受利益 是 是 是 那为什么可以任他这样 就是横行 那么多年呢 就是 如果他们会 就是他们会怎么解释 李永康 就是你作为在这方面的 就是在外面 就是在商场上 和国际商场上 见到那么多世面 和你 你刚才解释给我听 你在当你做那个 广告界的时候 其实你对客户的本身 背后的这些资料 你很多 掌握很多 就是他们怎么解释 就是我们觉得这么明显的问题 为什么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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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所谓的 如果在他的立场 你觉得他怎么解释 我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看 香港的标准和美国的标准很不同 譬如美国 MN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他们所有对他们的雇员 在入职的时候 是非常严格 就是说 就算你生日 我送点礼给你 喝杯咖啡 所有东西都有详细记录 以及要汇报 为什么 因为 通常都是上市公司 通常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要需要 很多人在标准 不同香港的上市公司 因为 美国上很多独立的投资人士 会看着他们 如果你没有记错 就应该在当时Yahoo 杨士远先生 他太太买了一艘游艇 都被其中一个独立的投资人士 就在Wall Street Journal 骂他 为什么你这么浪费 要浪费去买一艘 公司的游艇 是的 就是用股东市 是的 这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 为什么呢 据我所知 你的药厂 为什么要 每样都 不允许 如果令到你开心 可以给你车 或者给你投资机会 最好 告诉你 哪个升幅更快 那么老虎街很危险 是的 是的 但是 因为美国的监管这么严格 每个人都会看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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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 和开会 因为开会 旅游 你不能不让人去 是的 好的 好 还有 通常在药厂的医生 通常都会有车 很难令到他心动 但是旅游 很多东西都会心动 例如你喜欢打高义呼球 有些高义呼球会 你有钱都不能进去 可以在那里开会 在那里打高义呼球 就行了 有一些 譬如你有车 有游艇 你的车子 只有20多尺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很大的 去加勒比海潜水 游艇 原来很大 约翟星机停下来 那些 都不是问题 足够开会 所以我们觉得 应该是美国和香港 两地的监管是不同的 还有可以坐商务客位 不用坐经济 在美国通常 如果看得到你起 都不用坐商务 直接是 私人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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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他刚才计算一下 每次有多少钱呢 商务去美国 我想 普通的那些都要三万元 都要的 即是真的自己出钱买票的话 去到之后 酒店 当你四星五星酒店 住了几日 我想都限限地 四五万元 一次 最基本 到几日 那 为什么他们说出埠漏洞 其实出埠都是去玩 是吧 就是 更厉害 请你吃三饭 是吧 为什么他们会 这个 在 名义上 在那个 规格上 制度上 可以的 我以为 都有问题的 因为 据我所知 在美国做医生 做医学生也好 其实药厂很早已经送东西给你了 即是送那些听筒 送那些书 或者送那些医生的袋 刻买你的名字 或者刻买药公司的名字 其实是 多方面都在做的 即不是我们以为 就这样 即是看到 因为你说去出埠 那 那我 很容易 就是医生要学习 教授要学习 那 人的药厂是 他发发新的药 他要说他药的 成效 那你不去 那怎么办 你没办法知道 我觉得很容易 有个藉口可以去 那些是学习的 那 我觉得这个 足够理由 是廉政公署 或者你觉得 是OK 都没问题 是否这样可以 香港的法例 就没有 他有的 即是收受你的条款 但一般公务员 即是你 那些礼物 可不可以拿 如果你的公务员出去做事 主要是拿回部门 那又要等 要写报告 等部门决定 你要不可以 或者如何付倉 类似 是 很明显 有个字眼叫做 收受利益 利益 advantage advantage 任何东西 刚才李先生说 喂 我的内幕贴纸职 你 或者我有一件便宜的 卖给你 是吧 这些都是一种利益 是吧 或者你的儿子 去读书 我和你 入到哈佛 肯定是吧 这些利益交换 即是 法例是 复不完 但他就可以用一个字 即是 利益 总之你自己小心 凡是有利益的东西 你要小心 那你自己的责任 不合递 那其实香港 法例就是 几旧的 即是 你收封了 离事 那应该是收了利益 这个很明显 拿钱 拿银也是 其他东西 那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 是难的 即是 你给高官 政策醒了你 他退休 去打工 给朋友 好工他 是吧 那这些话 我们天天见啦 是的 在法律上 就一样是犯法的 是的 但要证明关系 就是困难的 那我想 医生这里也是 是的 你怎样证明他 即是 坐完 这个 加勒比海游艇 之后 就用你的药呢 是吧 你的药可能是好 所以他用的 嗯 是 问题就是 我们的制度是要 防止这个东西才行 还有他 这些呢 我不是 一开始就说 就是 就是 我们香港是否很信任 一些 白淘的人 是的 一来他本身是属于 专业人士 就是觉得 专业人士 就是 自我那个 监管能力 会很高 又有医学会 又有医务委员会 一般市民都会这样看 应该不会出错 郭嘉琪 不是说应该 扔他自律 郭嘉琪 回应这件事 就是说 医生要自律 大家要自律 最重要是自律 自律 可不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呢 李先生 你觉得 我就用一个 就是 我经常都被人问 通常我都是这样回答 就是 我在有话面前 都是非常之软弱的 如果人是可以自律 就是 即是 不需要管 不需要联储 我们医生 多少是买软仔 买毒药给人 多少医生 是乱开刀 其他专业 不要说是医生 但教授 都贪过一万多元 一万多元 房屋净贴 搞到一生人店 都是这样 五六万元 十万八万 那麽高薪金不會貪那一萬幾千元,很多時候越多錢的人就越喜歡貪小便宜,不是他就不會多錢, 其實我們不能假設他又專業,又受教育多,又人工高,他就不會亂貪這些東西, 真的會貪的,制度是會,你問任何心理學家,都有很多例子,人是有這個弱點的, 那你為何不在制度堵塞他呢?這件事其實是很大件事,因為不只是他貪了那些東西, 他用那種藥不好的,用了幾年才發現不好的,很多的例子,醫死人的 黃兄你明白嗎?我們香港人是很有趣的,或者議員也是, 對於其他範疇,他可以大力去批判,或者在議政,或者政治上, 你看看,港台的那個,找了姐姐,都把他放下台了,你明白嗎? 港台的那個處長,又說操手不好,又說什麼, 跟他工作能力有什麼關係呢? 很多兩次春銘都被人拿出來說, 但一去到這些,醫療、法律, 就覺得這些是神聖的,我們不要了,他們自己會自律的, 又有醫務委員會,又有醫學會,他們有內部守則,應該不會犯錯, 根據這個報道,其實香港醫學會,或者醫管局,或者醫管局, 其實他們都有的,有一個守則,已經有公佈出來的, 但問題呢,因為當時他們都考慮過,到底我們怎樣去規限呢? 是否給一個數字,即是一言不可以去多少次, 或者就不讓別人搭那個商務, 用這些手法,當然,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要整天長時間,十幾個小時,去外國, 你叫人搭那個商務,自己都覺得辛苦, 即是叫人搭那個經濟,你都覺得很辛苦, 所以他們都,結果他都是, 沒有最後的一個統一的規限, 結果他就說,每個網絡醫院自己決定, 當然,很明顯,參支都很厲害, 即是有些可能很鬆動, 即是,如果我在他那邊來講一下, 即是,他們需要學一些新的資料, 那藥廠的資料應該是第一手資料, 雖然背後的,即是,有怎樣的, 即是,有怎樣的, 即是, 即是, 我不知多少, 沒有人將他公佈出來, 我相信不會少的, 即是, 送你去外國讀書, 去哈佛讀六個星期, 很多香港很高層的醫股都去過了, 即是, 六個六個星期, 也有這些, 也有這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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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找些醫生聊天, 即是, 即是, 我又想了解一下, 反過來問, 為何不找些售貨品, 都有藥劑師的, 問問我怎樣的, 那為何要找藥劑師, 你怎樣的? 第一, 醫生你都講過,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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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的感覺非常神聖,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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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藥是不好的, 因為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多時候, 醫生都兼管行政, 即是, 即是, 他除了是醫人之外, 他都是參與那個, 醫院的採購, 營銷, 以及是, 制定他的醫療的政策, 當然, 如果你問我, 即是, 假設我是一個, 譬如, 阿泰居的, 某一種藥的總監, 銷售總監, 那我要, 那我要, 通事了, 那我其實只有三種, 三種, 三種途徑的, 第一種, 就是, 去醫院, 醫院, 各個分區聯網的醫院, 第二, 就叫做, Clinix, 即是, 私人執業的診所, 第三, over the counter, 即是, 你現在見到外面那些, 零丁丁丁的藥房, 我們有一大堆的銷售人員, 去接觸他們, 你想一下, 這個世界, 但是, 你又不認識我, 我又不認識你的時候, 即是, 我無論買服務給你也好, 買產品給你也好, 都未必一定相信我的, 當然, 我自己的一個品牌可以, 即是令你有些信心之外, 我會令到你一個叫做, goodwill, 即是令你覺得, 咦, 這個都幾好, 即是, 譬如, 如果是一些頭痛藥這樣, 幾疾痛藥, 我用一二三ABC, 我給D給你, 如果我, 令到你的醫生, 非常之對我的藥, 都有一些好感, ABCD, 一群病人來到排隊, 給我醫治的時候, ABCD, 咦, 給10%試一下D也好, 那我就慢慢可以做好生意, 譬如我D的藥, 不是太差的, 價錢又不是太貴的話, 那慢慢就可以開到市場出來, 而且還有一個好處, OK, 我的藥廠, 不只是一種藥, 除了醫治頭痛藥, 有很多種藥, D我搞定的時候, 其他藥, 就慢慢又來, 那我生意越做越大, 這樣, 那個收益就越來越大, 即是俗語說, 先送一碟豉油給你, 那隻雞才慢慢收錢, 不是, 那隻不是豉油, 很大的, 很大的, 送雞給給你, 看看那隻雞多大, 有時候, 送為酒席給你, 駁一隻雞都值得, 他們送雞, 哈哈, 他們送雞, 哈哈, 但其實他們現在最主要都是, 即是, 我想問問醫治, 其實以你所知, 你比較清楚, 譬如美國, 那些, 他們一般, 譬如這樣資助醫生, 有些什麼著數呢? 其實, 據我所知, 其實在美國, 藥廠用在招攬醫生, 或者在醫生方面推廣的藥物儀器, 其實那個數字很大,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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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這些資料, 差不多每一個醫生, 三千元美金, 一年, 一年, 每個醫生三千元, 這個是十幾年的數據, 我相信今時今日, 只會增加的, 即是幾何級數, 因為, 有人, 提出, 我們香港更好的行動, 其實這個一個行動的時刻, 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 呈交給廉政公署, 始終他們, 有人作一個, 投訴的舉動, 有责任要跟进的。 但我当时大家都讨论过, 我觉得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其实只不过冰山里面的一个小角。 就算我们成功将杜绝医生, 这些收受药厂或者医疗团体的资助, 这些这样的行为完全禁止了。 对医疗的问题是解决了多少呢? 我老实跟你说, 这是微不足道, 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医疗体制, 整个医生所学的东西, 我们控制的手上, 其实药厂是全面控制的。 最近在美国有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值得去看的。 最近翻译了中文, 叫做《药厂的黑膜》。 这个作者叫做马西亚安卓, 马西亚安卓, 这不是普通的简单医生。 原来马西亚安卓医生, 曾经在《新英龙医学》习记中, 做了20年的编辑。 所以它是很近距离看到药厂的日趋, 严重腐败的所谓的罪行。 在这本书, 其实药厂不单止在这类医生的所谓的推销, 或者是行贵的行为, 其实药厂基本上是控制了医生学什么, 教授教什么。 在美国来说, 甚至乎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 美国的所谓整个国会的议员, 其实可以说全部都是药厂控制的。 因为在美国的国会里面, 药厂是最多所谓的说客, 是最多最多的。 亦都知道, 为什么药厂有这样的能力呢? 原来在这么多种的所谓企业里面, 药厂是全世界赚钱是最高的。 最快的。 最高的。 增长很快。 是,增长方面。 高到什么地步呢? 这本书有讲出来的。 他说, 譬如好像, 他数据主是2003年那时候, 那时候财富杂志, 通常每天都有调查的。 最top的五百间, 美国的或者跨国, 美国的大企业。 其中有十间是跨国性药厂。 五间是美国, 五间是欧洲。 他们的利润是, 是, 是, 是佔最高的。 差不多是十六点几个percent的。 那, 十六点几个percent是, 即是, 即是, 几高呢? 原来一般下, 即是, 其他, 剩下的四百九十个大财团, 他们的平均利润是, 三点几个percent。 是这么多。 即是, 最可怕的, 原来, 那十间药厂, 他那个利润的收入呢, 是, 大过了其他四百九十个大企业。 那些大企业。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答案就说, 只要他欢喜, 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好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 就会再继续。 当然, 我们可以有时间, 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 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家里,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好了, 那我们休息了几分钟, 今晚再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 就说, 其实, 药厂为什么会资助医务人员出发? 大家都知道, 那个原因是很简单的, 就是很明显的原因来的。 我刚才开始都讲及, 我们现在报纸所揭发的问题, 其实真是一个很小的, 问题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其实问题是严重得很厉害的。 可以这样说, 整个现时医疗的所有东西, 背后都是有人操纵的, 不是说自发出现的。 所以我曾经所说, 幸好最近有一位美国医生, 他现在离开了新英龙医学杂志, 做了20年的编辑, 他现在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 这本书叫做《药厂黑幕》, 制药公司如何刮空你的存包和健康。 他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其中他说, 其中有一位说, 很多药厂会成立一间公司, 成立一些团体, 然后企图给你看到, 这些好像来自草根阶层的组织, 其实不是的, 是药厂背后推动的, 香港其实都很多, 很多以疾病为名, 心脏基金, 或者神基金, 或者爱之病基金, 背后很多人以为是草根阶层化出来, 其实背后很多不是的。 有什么基层医护基金, 这段时间经常卖广告, 叫小孩打肺炎疫苗。 其实不是我们以为这些病人的团体, 集病基金团体, 其实背后不是真的法治草根阶层, 是药厂背后做出来的。 还有, 我们远时医学杂志里面的期刊论文, 根据这本书所说, 其实很多药厂都是枪手代写的, 不是原作者的研究成果。 其中他提及了, 有一位医生, 他自己也是曾经被药厂 approach他, 即是, 我们有一份文献, 我们想用你的名字行不行, 当然他拒绝了。 最后他发现了, 这篇文章有另一位同行专家的名义公开发表, 其刊的论文发表是由药厂专人代不, 牵涉到不单止是医学研究, 或者个人学术的伦理, 或者措手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 现时的药厂, 入侵下整个医疗的事业是很深入的。 在美国, 这是一个美国的资料, 美国一言, 美国人大概用二千亿美元来卖药。 其实, 到底用多少呢, 都不是很清晰可以说得出的, 因为看他会计如何计数, 到底人是如何去卖呢。 好了, 还有一件事, 美国人现在遇到一个苦处, 就是说, 很多的药是贵到, 根本大部分人都负担不起。 其中他说, 例如一个美国的老人家, 他一言可能要吃六七种药, 计一计, 他这些药的每年的负担, 我计算它是五万多港元一年, 每个月起码五千元, 只是吃那些西药。 其实现在很多美国人, 根本是买不起药, 吃不起药。 我也知道, 这个资料是很久以前的资料, 原来美国人看医生之后, 有医药分家, 所以通常人看医生, 医生写了一张纸, 开了药方, 自己去药材库去买药。 基本上, 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 看医生之后, 不会配药。 而只是有十分之一的人, 是真的听医生说, 吃了他的药。 其实原因就是, 有些人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去做。 好了, 这本书讲出来, 为何药会那么贵呢? 当然, 他们的药厂通常都说, 他们的研究的经费很贵。 还有, 他们实行是美国一个自由企业的经济, 的点营模式, 所以, 他们一定要这样做。 结果, 这本书揭露出来, 其实, 大部分的药厂开支, 不是用在科研方面的。 大部分这些药物的研究, 很多时候, 是纳税人出钱的大学的机构, 或者有些研究中心, 是拿了政府的钱做研究。 然后, 就将这些研究的结果, 就卖给药厂。 所以, 药厂真真正正的用在, 来发挥新药, 其实是少得可怜, 是很少的。 大部分的钱用在哪里呢? 就是, 行政, 和市场。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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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推出来的,继续拿个专利的, 所以可以叫做换汤不换药的。 可以这样说, 其实药厂对我们处理人类的疾病的贡献其实是很少的, 因为他们所用的药, 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有效的新药, 只不过是用一些旧药, 或者发挥一些所谓同质的药, 或者将一种药的专利就快满的时候, 他就发挥了另外一种应用的方法, 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都不知道的, 这本书有提及的, 他说原来你知不知道, 经前症候群这个病是先有药出来, 先有出现这个病的, 因为药厂很多时候他发现了一种药, 药的专利用到七七八八, 即是这种药允许它用在医疗某种病, 就快过专利时间过了, 大概二十年时间了, 他跟着就要开始用另外的途径用这种药,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很多新的病, 其实是有了药之后, 为了要推荐药, 就制造一些新的病, 即是给它一个新病, 即是制造一种这样的症状, 就说这种是新病, 所以要药去做, 原来勃起肌能障碍这个药是威宜缸, 是制造商为了提高药品消费, 而行销出来的新兴的疾病,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说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很多时候药厂的研究报告, 原来很有趣的, 原来在美国的药厂里面, 很多的研究报告, 它是不需要公开的, 这些我也不知道的, 我经常以为它要公开的资料, 还有很多药的研究, 是药厂自己做的, 然后将它的研究报告, 呈交给食物药物管理局去申请, 好了, 问题就是, 你自己买这种药的, 你做这些研究, 如果有什么不妥的, 你当然不会让人知道, 因为它不需要说的, 它不是说你做过什么, 你全部让我知道, 你选择来让它知道, 还有当然, 它会在它的研究里面做些手脚, 于是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很多药厂走出来之后, 发现很多后遗症很多副作用, 这本书也提及了一件事, 因为始终, 我们香港最近都遇到一个情况, 香港有些药, 一种同质的药, 成几十种, 成几百种, 其实是同一个效能, 其实很多药厂就是用这些手法, 将一些新药, 改一点, 当新药去, 但它不一定比旧药更好, 它怎样可以隐瞒到这个问题, 因为它往往发挥新药, 它就用新药, 是同一些所谓安慰药来做研究的, 它很少用新药, 是比较旧药, 即是做一个研究, 如果你用新药和旧药去做研究, 做出来新药, 即是旧药更好的时候, 那你的新药不用出咯, 这本书说出来, 它很多时候药厂就用这种奸计, 它就说, 只是用一些安慰药来比较, 当然, 很多药都会比安慰药好些, 什么安慰药? 安慰药就是假药, 即是没有疗效的物质, 你可以用一只旧药, 用开药, 用得好好的, 就快时间满了, 即是专利时间满了, 那它怎样呢? 通常专利一满, 它的药价会跌到五分一左右, 五分一的, 也有很多其他的药厂, 大家一起可以做, 我叫做Generic Name那些, 那药厂唯有办法, 它怎样呢? 它就经常说, 我这种新药出现了, 这个新药是更加好的, 但它研究很少拿新药比较旧药, 它往往, 新药是比一种安慰药, 那当然, 数字上看到, 就是有些疗效, 好过不吃药, 起码表证那方面, 那它发现, 其实很多这些新药出现, 出现的市场, 其实不是一定比它旧药好的, 但还有一个问题, 它说, 因为始终药那么多, 药厂那么多, 每年有很多成, 就是可能数以千, 数以万计的新药是要注册的, 那当然, 美国药物管理局是没有那么多人手的, 其实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香港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 香港最近, 因为所有的中药都要做注册的步骤, 香港已经数以万计的, 根本是没有人手做的, 好了, 那美国政府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 它就说, 可以, 你要药厂, 要我们帮你做, 我们就你出钱, 那初初由可能三十几万元, 就是去申请一只药, 就是批准那个申请, 一路这样加, 加到五十万, 六十万, 好了, 那个药物食物管理局, 就用药厂这笔钱, 就请人去做, 那还有呢, 药厂经常要求, 你要做快点, 因为很多病人等着用, 那爱滋病最好的例子, 那些人死定了, 你还要用十二年的时间, 来批准药, 那期间很多人就无谓死了, 那他就很大压力, 就说, 你要快点推动, 快点过, 就是这个审核药的程序要加速, 那好了, 他还给钱, 他出钱的, 那跟着呢, 还得要, 你做得越快, 你那个药物食物药物管理局, 他收入越高, 那就是我看到个问题, 就是我出钱给你, 你就可以审核药的, 那越快, 你钱越多, 那你看到呢, 其实这本书呢, 揭出很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那还有呢, 有其中一个第六章呢, 就是讲假教育真行销, 那刚才我们香港报纸, 其实是看到这方面的, 就是所谓持续的医学教育, continued education 的赞助, 那有略医师呢, 或者培养顾问呢, 他说, 有如行销市集的专业会议, 那药厂是不是教育的呢,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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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药厂的脚下, 藝庄的教育呢, 一个巴掌是刮不醒的, 那这样,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那个问题呢,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 不只是明报, 就是很少香港的明报, 因为我过去的经验, 明报很少, 通常都过得过得多, 你看到很多资料都是, 有什么新药发现, 那样, 很少讲其他医疗, 但是今次突然之间, 一个头条的新闻, 是专辑来说这件事, 但是呢, 其实他所说到, 是真是一个冰山里面的一个小角, 那问题就是, 我应该如何处理呢? Doctor, 我还要补充一样, 其实, 你好像介绍过, 另外还有一本书, 叫医疗黑手党, 其实, 还有一样, 更厉害, 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医疗机构, 是世界卫生组织, 西卫组织, 背后, 这个厉害, 那本书呢, 没有中文版, 不知道这本, 台湾人翻译得很快, 最近我们找到十几本这类的书, 我们慢慢的一本本会介绍给你们知道, 很有趣, 这本书真的很搞笑, 也很悲, 那本书呢, 叫医疗黑手党, 顾名思义, 他说, 根本整个医疗制度, 世界性的医疗制度, 都是药厂控制了, 这个厉害, 这个更厉害, 大家可以看到, 最有趣的是, 我在香港最近选择了世卫的总干事, 找一个, 战绩是全世界最可怜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些很妙, 为什么呢, 你找一个人很成功地, 处理了求留感, 找他来做, 头头都说合理, 全世界死亡得最高, 全世界死亡得最高, 找他来做, 中南山, 而且他不懂英文都不懂, 奇怪, 为何这样呢, 其实, 你可以看到, 操纵世界卫生组织, 通常是跨国的大财团, 和跨国的药厂, 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 为什么这些方面的资讯, 这么少在我们的大传媒看到呢, 如果有机会, 分析一下, 我用美国为例, 美国有四个大传媒, 四个大机构, 四个大机构控制了, 传媒都是, 往往他们, 除了他们拥有传媒, 他们也拥有药厂, 我可以看到, 解释到, 为什么一般人, 大部分人, 是很难, 在传媒方面, 看到这方面的资讯, 往往我们要, 如果好彩的, 听到我们这个电台节目, 我们会希望, 令到大家, 可以深入了解, 很多我们香港的问题, 或者影响我们, 全世界人类的问题, 这些这样的书, 再提一提, 叫做《药厂黑幕》, 我相信, 在香港很多书店, 或者商务, 应该都可以看到, 或者找不到, 香港图书馆, 告诉大家, 有没有这本书, 叫做《药厂黑幕》, 你听过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问题, 真的, 不是我们想到这么简单, 是很深远的, 我要补充, 您刚才说的是很对的, 传媒本身是靠什么, 靠广告的, 医药广告多少, 每年花在那个广告有多大, 你整篇这样的文章, 他马上不卖你广告, 所以《明报》可能都比较少卖医药广告, 如果第二份, 我想他未必会刊写这篇文章, JAMA, Journal Medical Association, 即是美国医学会雜誌, 其实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你说这两个主要的, 他在他在任期间, 他当然看到这个问题, 很多这些所谓的论文, 背后是药厂出现的, 他刚才说的例子, 是药厂用假手, 找个假的名字去刊登, 他发现很多这些所谓的科研论文, 背后是药厂的, 结果他就想了, 他曾经说, 我们只会刊登一些跟药厂没有关系的, 没有受药厂资助的研究的文章, 他曾经实行这件事, 结果他发现什么事? 没东西, 没足够的文章, 没有足够的文章, 所以你看到他当时很无奈, 他想做些事, 这些全部都是bias的资料, 不可信的资料, 我们不会刊登这些, 我们禁权威的杂志, 我们不会刊登这些, 结果问题就来了, 根本就是不足够的文章给他刊登, 可能他连这个编辑, 他自己都没有预计到, 如果他设定这个level, 很多所谓做研究的背后, 原来是药厂资助的, 他当然已经看到, 比如你的文章, 他要你申报, 到底你是谁,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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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学习, 那你这样去说, 我是靠这些药医人的, 他会这样想的, 对的, 对于他来说, 因为他都被人洗脑, 因为为什么呢, 这本书也都说, 原来很低药, 原来美国很多医学院, 四年教育里面, 有很多医学院, 是根本已经不再教药理的问题, 他完全不用教, 医生的主要工具是用药的, 但竟然他这方面的课程是很少的, 可能十几个钟头, 但是就这么多了, 但你主要工具, 结果谁教他呢, 药厂教他, 药厂教他, 即是他都接受了, 即是你真正的将来最新的那些, 关于药用的用药的那些资讯, 药厂会告诉你, 所以连医学院的医生里面都不需要学, 这个真是挺惊人的, 或者有人这么说, 不要紧了, 因为美国始终医药分家, 有药剂师背后帮你执手尾, 执山, 但我们估都估不到, 我已经知道, 在美国有个调查, 美国一百二十班医学院里面, 是有很少的, 即是平均的医学院教营养学, 大概是平均是四个钟头的, 那程度有一种说法, 他说, 美国在哈佛医学院做实习的医生, 他的营养知识, 比在哈佛医院里面那些一般的秘书, 是高一点, 多一点, 但如果秘书是怀了人的, 那秘书对营养知识, 就比医生更高的, 但香港都不黄多样, 是的, 不要觉得香港, 可以看到, 他一般在这方面, 医学的知识很少, 医学知识很少, 医学知识很少, 是, 和他妈妈一定好, 是, 当然这本书, 最后有讲出一些解决方法, 他说, 最后第十二章, 他说, 荣警不在, 他面具很多问题, 我最近都看到, 很多病人, 组织起来, 是告药厂的, 以前是药厂告别人的, 就是你抄我的药, 之而此类, 现在就发现, 很多病人告他们的, 最近, 我在报章, 看到有一篇新闻, 原来在印度, 就已经, 有他的独立法例, 是, 容许印度的药厂, 是, 复制美国那些专利药的, 那就是说, 你管我不到, 因为我们印度人, 根本是, 负担不起这些, 这么黄贵的西药, 那我们的人, 需要这药的时候, 要是死, 要是我们政府帮他, 那在原来, 在印度, 在那个, 高等法院, 就已经, 有个法例, 是, 容许, 合法翻版, 合法翻版, 是, 这是个好事来的, 很多浪学家, 如果跟足, 这些法例, 就不用发展的, 是的, 我知道以前, 最喜欢在台湾买翻版书, 我小时候, 是吧, 字典, 不是有这么便宜的字典, 好东西, 我们都, 读不到书了, 是的, 起码学识方面, 没有被人控制, 是吧, 但是, 现在是在说人家的命, 救命的药, 怎么可以为你的药厂, 来到Moxer, 利益就不允许复制呢, 是吧, 只是给你的药, 收好过的钱, 是的, 人家的命就不值钱, 是吧, 所以, 他就说这件事, 他说, 我们在自由经济里面, 不应该控制他们, 我们香港的国家旗, 都提出这个论点, 他说, 自由市场是难于禁绝的, 问题就是这样, 这个书的作者说出, 他说自由市场, 这个不是真的自由市场, 因为他根本是垄断, 在控制人, 还有他的科研, 根本不是他们做的, 根本是政府, 譬如医惠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其实很多政府的基金, 是资助大学的研究的, 研究了之后, 原来在美国七零年代, 八零年代, 尼克森, 尼克森通过一个新例, 容许政府将这些知识的产权, 可以售卖出, 或者跟别人做生意, 他说, 这件事很有趣, 他说, 原来早期, 在美国, 早期的学术上的风气, 有时候, 你做一个学者, 你都接受, 你不会有很多钱, 没有所谓的, 我们做一个学者, 做一个教授, 应该是这样的, 但自从这个法例通过之后, 他说, 他说, 以前是大家接受的, 学术的学者是穷是OK的, 但自从这个法例通过之后, 他就说, 他好像祖母的口吻说, 既然你那么聪明, 为什么没有赚大钱呢? 整个学术的风气, 真的改了很多。 好了, 我们再休息几分钟, 我们再继续, 这个题目背后, 有很多很深入的问题, 我们再深入讨论一下, 好了, 休息几分钟, 会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 e a l t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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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 . com . h k 好了, 那我们又回来继续,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那就是, 药厂为什么会资助医疗医务人员出附呢? 好了, 那就是, 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美国一位很权威的医生, 是哈佛的教授, 曾经是新英语医学雜誌20型的编辑, 那他分析一下, 就是现在美国的面对这个药厂控制, 药厂黑幕这个问题的, 那好了, 回到香港呢, 其实我应该很简单, 这些书有中文书了, 那我们香港立法库议员应该, 就是希望他都看到了, 不知道他自己的图书馆, 就是图书馆有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以后都会考虑, 就捐几本给他们看一下, 就是为香港人很大的帮助,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这样做的, 可以贊助几本书, 那我们就会帮你把这些资料送给立法库图书馆, 那香港立法库议员有机会看到的, 好了, 那我学到什么呢? 美国已经看到很多东西了, 那我刚才所说, 就是我们所明报所揭露出来的, 是一个冰山, 一个小角而已, 其实背后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当然, 我亦都最近很多时候, 因为有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很有趣的, 就会访问一些药剂学会, 譬如最近有些配错药, 或者病人, 导致病人死亡, 很多时候, 我们的网上好像最近有一个留言, 他就提及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讲一讲, 其实这个问题背后, 其实是衍生很多很多很多的背后的不同层面的资讯, 可以看到了, 香港最近有位医生的护士, 就在电话上去order药, 发现买错药, 本来是打算买那些胃药, 买了那些降糖尿的药, 那导致五个病人死亡, 其中在法庭宣布, 其中两位病人是因为直接吃了这种药, 这种药是一种降血糖的, 当然, 一个普通人, 如果你出现血糖是锐减的时候, 你会进入休克的状态, 你是会死的, 所以法庭也判了两位病者, 真正是这种药用错的导致, 还有三位病人, 原来他本身有癌症, 有胰症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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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药制师学会不断重复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医药分家, 医药分家就可以减低这个问题, 相信大家都, 如果听过节目, 都看到过去我们经常说过的资料, 美国是医药分家的地方, 医疗事故, 因为医生造致的死亡, 在美国来说是排第一的, 很明显, 问题不是医药分家就可以解决得到, 我亦都看到, 亦都在法庭审判之后, 有些法官或者盘森员说, 我应该建议医务所里面那些康护的水准, 应该提高, 要给他们特别训练, 原来香港医务所里面那些护士, 通常他们的学历是form3到form5的,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今时今日, 香港医务所那些康护, 我要补充一句, 那是法官的建议, 他要注册, 要注册, 注册医务士, 或者受那个议务, 就是一个自然的结论, 李永康, 用钱很容易解释, 假若我是医生, 我开医务所, 我请一班护士, 如果他有学历的话, 例如RN或EN, 贵很多, 如果我请一些没有学历, 但我可以给他一些训练, 他一样可以做到类似护士的工作, 现在借他收拾药, 当然, 家医务所是我自己私人执业, 赚钱亏钱, 我第一个是有份的, 当然我会减低成本, 增加收益, 所以就是, 为何现在这么多医务所, 私人执业医生的医务所, 全部很多护士都是没有RN或EN的资格, 其实这个情况, 十多年前和现在很不同, 以前我们的诊所, 我们的洗厂中心, 我请过五个注冊护士, 但今时今日,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请五百人, 大佬三万多元, 三万多元, 四万元, 你看一下, 那些问题是哪些呢? 不是, 当时我要说, 你出得起, 都没有人来做你, 你明白吗? 现在是这样的, 不是你给的, 如果你要求这样的, 是, 我们曾经, 十多年前, 我们洗厂中心, 有五个注冊护士, 这么厉害? 今时今日, 我们半个都请不起, 所以问题就是这些, 我们医管局的人工, 全世界最高, 全世界最高, 是吧? 你看一下, 香港大学毕业, 现在护士都是大学生, 你看一下, 入行, 他们的人工, 和香港一般大学生的人工, 你相差多少? 它是相差很大的, 即是说, 整个制度, 政府出的人工, 令到私人的诊所, 根本是没有办法, 请到这些, 请到这些人, 这是我好觉的, 因为我十多年前, 我真的请过护士, 但今时今日, 根本想都不用想, 我们一个护士, 我们有这么多的洗厂的治疗师, 五个, 每人多少万, 我们怎么做呢? 而且又要护士, 很多的, 是呀, 做得差不多就是护士, 做得差不多就是护士, 不要说护士长, 高一点点, 已经有护士, 我说实际来说, 你做得十年, 十年,二十年的护士, 你是说他八万十万元的人工, 呃, 如果十年,八年, 都有四万多, 最基管的人工, 四万就是, 很多 benefit, 我常常都这样说, 最近看到些报纸有这样说, 香港灵秀业的问题, 很多人对灵秀业服务不满的程度, 不断增加, 当然人员方面, 可能训练都不够了, 但其实, 我所说, 这次我们去街隔离哪, 很多店舖已整理了, 一路空, 每次经济好, 就是那些人倒閉的,這個問題是怎樣? 不是啊,特朗普說的笑話,前天我不是上來你那裡,死了,找不到你的門口,樓下轉了,已經動了, 由20萬變了28萬的,樓下轉了,樓下變了茶餐廳, 即是我們怎樣,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有什麼可以令香港的租金,不可以讓他亂來到加得那麼高呢? 但我想了一個想法,即是如果我們這樣,作為一個消費者,我們將香港的那些店舖的價錢公開了, 那你就看了,如果這家茶餐廳的租金是三十幾四十萬的, 那你就知道你不要進去咯,你不要進去咯,即是我知道你貴租,我就不進去,等你收拾, 那知道你進去,你吃的東西當然是很少的,吃得落口當然是好少的,大部分就交租了, 如果我們消費者走這條路的時候,哇,好厲害啊,好厲害啊, 有沒有人敢亂來到加租呢? 這個是經濟的所謂經濟所說的供應供求的問題, 那我經常說是一個荒謬的,香港的經濟不是因為供應供求的問題驅使的, 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其實我就不太知道原來一般醫務所就沒有了那些專業護士, 但是我就不太覺得這件事跟醫療事故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呢? 即是醫療事故就在醫院,就有了專業護士去看病人死得最快的, 普通診所找些業餘的, 好像沒什麼事的,更安全一點的,是吧? 醫生,你也請不到護士,你也要問作良好嗎? 我們看到不同的地方, 以及我們的經驗, 始終我們做自然療法的診所, 一般的註冊護士, 他們那個不是很對的, 他們的想法,他們的需求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 我們訓練我們自己的原來的治療師, 因為護士學校都是跟對抗醫療法則學的, 所以我們試過了, 結果是沒有什麼成功的例子出現,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因為你轉了, 是很有趣的, 這樣說兩句, 那就轉了它, 但是你有沒有丟下背後的薪金多少呢? 其實很多時候香港看到一件事, 什麼事? 出現時, 那就註冊了, 所以要追討的來源, 食物有問題, 要全部的食物, 有證書, 食物哪裡來的, 哪條魚什麼時候來的, 哪個海來的, 你可以看到, 根本是做不到的, 又是那班來的, 做不到的, 有時候你看看, 政府好像說沒有什麼回應, 我心想, 很荒謬的事情, 你肯定很容易, 追溯食物的來源, 你明白嗎? 這個遊戲是這樣的, 我註冊了, 你不要動我, 這樣說而已, 對不對? 我註冊了, 我有事, 應該的, 不, 我有事, 你不要追討我, 對不對? 那些醫生, 你都控告不到的, 我註冊專業醫療人員, 就是這樣說而已, 沒有註冊, 找你出來祭旗, 有個小問題, 要解決, 香港醫生太多旅遊, 可能有利益衝突, 是, 社群組織協會, 有個病人權益的單位, 有個幹事, 彭鴻昌, 好像是, 他提議, 決定用藥, 就不要讓醫生決定, 不要讓顧問醫生去飲飲食, 以後藥劑師, 醫生, 大學教授, 共同決定這個藥物評審, 提供過這樣的事情, 醫生這件事通不通呢? 哎呀, 死了, 我馬上回答了, 那你叫藥廠請來, 請來這班, 請來這班, 對人多洗多些, 這樣就多好, 正喔, 請來藥劑師, 郭家琪呢, 郭家琪的打法又很妙的, 他說請這些, 不應該只是請顧問醫生去, 請中亞層的那些, 各個日子去學習, 齊齊去, 齊齊去, 那又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嗎? 是吧? 就是做這個餅, 請我, 就是玩這個遊戲, 成本就更大, 接著就收得更貴, 是吧? 是吧? 那是誰比較呢? 是吧? 是垃圾人, 是吧? 醫生是否應該建議, 那些人不要用新藥呢? 剛才所說的, 新藥原來是穩困的, 是穩困的, 很多藥, 這不是我講的, 你記住, 這位是一個現時的哈佛醫學教授, 曾經二十年的新英靈醫學雜誌的編輯, Maseya Andrew, 這本書叫做《藥廠克莫》, 他講得很清楚, 根本藥廠經常買得這麼貴, 是沒有原因沒有理由的, 經常說自由市場, 他們很流行的, 我們發明新藥, 自由市場競爭出現, 他發現這根本是講不通的, 因為第一, 你現在不是買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 你買一種藥物, 我當它是有效, 暫時當它是有效, 是救命的東西, 處理人的性命的東西, 你完全拿自由市場的講法, 其實是講不通的, 第二, 既然你是用納稅人的錢做科研, 人家做完了之後, 你就拿了別人的成果, 買你的藥物, 而你真真正正用在開支方面, 大部份都是用在退銷和行政, 你不是真的用在科研方面, 所以你這種講法是不成立的, 他認為是… 還是有些欺騙, 是的, 醫療是一個business, 整個生產過程裡面, 做完這些事情的時候, 變成由這件事控制了人的生命, 很有趣的, 一方面我們經常這樣講, 自由市場, 郭嘉琪記得, 郭嘉琪是一個醫生嗎? 醫學會, 不是醫學代表, 醫學界代表來的, 立法會, 很有趣, 他講自由市場, 但香港醫生大部份是誰給錢的, 是納稅人給錢的, 百分之九十七, 醫生的收入, 醫院裡面的運作, 是納稅人的, 這是不是自由市場嗎? 完全不是自由市場, 郭嘉琪這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應該知道吧, 他的選民是醫生, 他的選民是醫生, 所以他不可以說, 只有一百幾十個顧問去開會, 要叫所有醫生開會, 他的選民大多數沒有開會, 他很不開心, 自由市場, 如果香港, 如果醫療真的有自由市場, 醫療問題都解決了, 全世界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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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如 Medical Mafia 那本書, 和藥廠黑幕那本書, 根本醫療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根本是大財團, 大機構, 藥廠, 財窮西大, 全世界最債錢的機構, 控制了, 根本是不足夠的, 所以, 他這本書都說出, 要改是真的不容易的, 我們怎麼改呢? 他這本書很有趣, 他最後這樣解釋, 第一, 我先講講, 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 藥廠生產太多同質的藥, 太少創新藥, 很多時候, 新藥不給舊也好, 只是用一個手法, 令到它的價錢可以繼續提高, 拿專利而已, 那麼他說, 藥品, 食品藥物管理局, 即FDA, 是藥廠的主管機構, 但處處是受藥廠的束縛, 即是錢都是他出的, 你請多少人, 完全藥廠被出, 他用多少錢, 你就請了多少人, 即是你很難的, 我經常講, 哪個人, 即是出錢的人, 點歌仔唱, whoever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所以他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第三, 藥廠對於自家產品的臨床實現, 是擁有過多的掌控權, 即是他意思, 我曾經提及, 其實藥廠做很多研究, 它是不需要全部公開的,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沒看過這些資料, 我都不知道, 它是有權不給你的, 譬如說我要拿你的, 你到底所有的數據是怎樣的, 它是有權不給你知的, 知識產權, 他說, 即是他認為是對的, 即是他需要給你知, 他根本是沒有權過問, 他當作是傷害機密的原因, 即是對他不利的資料, 他不給你, 或者他做過手腳的科研的數據, 他不給你知道, 好了, 他說專利權和專賣權的期限過長, 是彈性過大, 現在呢, 即是由早期的十幾年, 增加到二十年,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通常, 藥廠一想發掘一種藥的時候, 他馬上拿了專利權先, 因為二十年的時間, 又怕, 要不然, 你研究過程裡面, 被人抄了, 他知道呢, 研究二十年的時間, 他通常可能用十年的時間, 去所謂研究他, 經過了幾個, 四個, 三個關卡, 那到你真的研究了出來之後, 你就不太多時間剩下了,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藥, 就是, 即是, 研究未足夠, 副作用未曾了解清楚, 就推了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現在有一種新的手法, 如果將當你專利權的藥, 就快用完的時候, 他就會, 申請, 譬如, 這些藥是可以用在十元仔的方面, 即是, 他有少少的酒賺, 令到他可以繼續, 又加長他, 那你知道, 用在十元仔的藥, 很多藥不需要用在十元仔, 也不適宜用在十元仔的, 總之, 可能幾百萬元做的, 結果, 他就可以賺多幾億, 即是, 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他一路一路提出來, 不是呀, Doctor, 你剛才講到專利權的問題, 前一陣子, 美國政府, 即是說, 很多那些自然團體, 就說那些愛知病藥很貴, 很貴呀, 那些第三世界, 都用不到呀, 那又怎樣呢, 理論上, Doctor, 如果你想到的話, 是不是應該叫, 叫藥廠, 即是假設他一隻愛知病藥, 真是這麼厲害, 是, 講到這麼厲害, 那是不是應該叫他, 送些出來呀, 或者, 或者, 便宜些, 或者, 給你生產, 是不是呀, 他不是的, 美國政府, 布殊總統說, 我們拿納稅人錢, 拿成幾多億美金, 幫藥廠買, 哦, 即是拿納稅人錢, 幫他買一買, 對呀, 買呀, 就送給第三世界, 是否有點而荒謬呢, 而研製這些藥, 最大的那筆錢, 都是納稅人拿出來的, 即是他的書提出, 根本又不是你研製, 是我們出錢研製的, 那你還要刮我們一大筆, 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用到這些黃貴的藥, 好了, 他還有第五點, 藥廠對於醫學教育中, 關於自家藥品的部分, 擁有過多的影響力, 第三, 研發行銷, 和定價相關的資訊, 是應該隱約不公開的, 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他看那些醫學報告, 即是藥廠報告, 到底他所謂, 用在那個研製那方面, 到底是真正正正, 是否真的用在那裏呢, 其實他雖然所看的數據, 其實很多是不是的, 他可以用在其他方面, 行政方面, 他都將這筆數, 就丟到那裏, 因為他根本是, 因為會計師有他的方法, 定這些開師的項目, 第七, 就是藥品, 藥價過高, 和價差過高, 原來在美國, 歐洲, 或者加拿大, 同等的藥在加拿大, 是比美國便宜很多, 便宜過一半的,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美國人, 就在加拿大郵購, 即是郵購, 那他怎樣對付呢, 他就立即認為, 郵購藥是非法的, 用這一招, 結果呢, 有什麼情況呢, 美國人就直接想去加拿大買藥, 即是大藥, 信猜的大藥, 即是去加拿大醫病好過, 那不行的, 因為你不是加拿大藥, 加拿大藥, 用他的歐歉之類, 你不是加拿大藥, 未必用得到, 總之他可以買到的藥, 是比美國便宜很多, 即是同一個藥, 一個藥廠可以這樣看到, 不同的地方, 同一隻藥, 買的價錢是很不同, 而美國是最貴最貴的, OK, 他才提出這七個問題, 他解決方案, 第一, 將焦點拿回去創造新藥, 他曾經所說, 但根本大部分藥都不是新藥, 大部分藥是舊藥, 即是換腔不換藥的, 他們的藥廠本來的條件, 以及我給了一個專利的原因, 用回歸原始的民意來執行, 他說, 對於新發現, 或者發明, 必須具備三樣, 實用, 創新, 以及不尋常的三個要件, 但藥廠過去所做的藥, 拿了專利, 根本大部分都是符合不到這個, 第二, 灰伏食物藥物管理局的正常功能, 現在的食物藥物管理局, 和其中一個前任局長的演說, 他看到出來, 他既然大言不慘地要求其他國家, 允許藥價上漲, 聽他在公開場合說過, 食品藥物管理局是藥品評估與研究中心, 目的是促進藥物開發, 不是再做規範, 藥廠似乎已經成為藥物管理局的客戶, 整個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他不是真的監管他們, 他要促進藥物快速推銷, 好像貿易發展局一樣, 當然, 貿易發展局真的不同, 醫藥物管理局, 是啊, 是啊, DOTTER, 我們都指陳了這麼多問題, 都要拍攝, 都要秉承一下我們BetterHong Kong的宗旨, 為什麼解決? 我就聽了你剛才這本書指陳的解決, 但是, 我曾經聽過DOTTER你講, 和周紹祥博士講一句, 所有這些藥物的公司, 或者醫生, 是靠你病來找食, 大哥, 如果他出的藥物, 每個人都好了, 那就倒閉了, 整個問題在這裏, 我看到而已, 是啊, 剛才這位作者講的解決, 我覺得就解決不了, 開什麼發新藥, 都從來沒有醫好過, 先聽他幾個solution, 記住, 這是團威醫學教授, 在這個行業中, 運了20年, 做了, DOTTER做了, 不要運了, 繼續, 限制專賣權的不當壟斷, 還有, 讓藥廠全面退出醫學教育, 應該看到的, 如果你看回早期的醫書, 好像Murk Index, 1910年, 1920年代, 其實很多關於自然醫療, 家庭用品那些方法, 但藥廠出現之後, 這些裏面的資料, 全部被藥廠刪走, 即是醫學教育的內容, 其實都是被他們控制的, 還有, 資訊透明化, 其實藥廠應該被視為公共財, 他的帳目應該公開, 因為根本大部分的錢, 根本是納稅人給他的錢, 最後, 藥價應該合理化, 解釋說, 根本現在不是普通消費品, 是跟性命有關, 為什麼藥價會參資得這麼厲害呢? 他建議用各國藥價的平均, 包括美國, 都要取得它的平均, 最後, 他就說, 這句是很對的, 他說, 結合力量是戰勝大藥廠, 他自己都知道, 藥廠的勢力, 即是, 他的十間藥廠的財富, 是美國最大五百間公司, 減掉他十間, 即是四百九十間公司, 利潤是多於其他的, 即是他一開始就說, 如果你是一個八百磅的星星, 即是你可以做些什麼, 他基本上, 你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的, 這個真的很好, 好了, 他說, 怎樣戰勝大藥廠呢? 其實這件事, 跟我經常都強調的, 就是, 我們不要經常依賴這些所謂 政治國會議員, 或者香港的議員, 來幫他做事, 因為我發現, 美國所有國會議員, 可以這樣說, 是身不由己的, 他根本呢, 是受很多藥廠牽制他的, 好了, 我們要怎樣打破他呢? 即是跟香港一樣的, 即是我們香港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很多立法會議員, 其實他背後有很多包袱, 亦都很多, 我覺得是有conflicting的, 即是有互相矛盾的, 政治的承諾, 結果他做, 他真的做不到的, 那麼我們每個人可以做到什麼呢? 他說, 如果我們施加壓力, 即是將這些這樣的要求, 盡量給他們知道, 那麼我也說, 如果我們將來, 即是我們其中我們將來, 希望做到香港更好的行動, 我覺得其實香港很多立法局的議員裡面, 是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的, 他們是沒有的, 那麼我覺得有時候, 即是都不是很公道, 經常說他們, 我們很幸運, 我們在局外人, 有機會接觸這方面的資訊, 那麼我們應該是, 不要說教育, 即是將這些資訊多些給他們, 那麼其中一樣, 我們希望做到, 將來我們會捐贈這些書, 這些書, 我當用它, 原來一二千元, 然後買幾套, 讓我們捐贈給他們, 如果大家覺得這件事值得做, 希望你都可以幫幫忙, 你所捐贈的, 對你會非常有重大的影響, 對你有影響, 對你的下一代都有影響, 或者譬如, 再難一點的, 那就上去我們的網站, 聽回今次, 最好了, 或者將這個訊息, 很簡單, 將我們拿到之後, 你所認識的立法局員, 就拿給他們聽一下, 不好意思, 我收回, 不是懶的, 是忙的, 是, 大家都知道一定很忙, 我知道這是事實來的, 他們都很忙的, 但始終, 最終最終, 希望做一些事, 會令香港更加好, 我們都在這方面, 盡我們一番, 有一小小的力量, 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我們經常一向講到, 要香港好, 是我們每人出少少力, OK,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多謝收聽, OK, 好, 好, 這麼晚, 這麼晚, 好,